歡迎Felix Hello 姐姐 Hello Woody Hello 麗爺 麗爺 簡直是我們最佳的模特兒 我只幫你打歌 你看我這件人浴衣的年輪海 加上我這個頭巾 這個孫子 Fully support Fully support你這個年輪海 上一次派台約我們在接谷疫前等 再跟著之前就叫我們忘記趁組 你感覺到這個人很愛情行線 對 瘦水 突然來一首年輪海 好像想轉方向 很深入的題材 對 突然間感情事就不再提 對 這次一收到歌 就覺得不會有一首情歌 為何呢 因為其實收錄模特兒 Custin的聲音有Pure 整個Melody 為何會選這首歌 其實是覺得有點偏向 有點同搖的感覺 其實一聽到已經覺得 如果是一首情歌會浪費 而且上半年大家都 情歌一向都有 但情歌比較多 反而有些人生意義 今年好像少了 上半年 你就想我就走偏少少了 你們唱情歌我就不唱 對 而且覺得這首歌很快 就已經很肯定 突然覺得不會是一首情歌 對 她的展示 Sanderley也有跟我們分享 已經寫著年輪海 對… 而且歌詞內容也是這樣唱 但Custin這首歌 在2016年10月底已經寫好 對… 計計計只換十年前 八年前了 對… 對… 那時候收到也很驚訝 因為我本身是有點… 可以這樣說 我本身是想要一首商品的歌 但後來突然有一種小品 小品感覺的作品出現 然後我就很喜歡 因為我… 這種風格也是我很想做的 而今次突然有一首歌 所以我就選擇這首歌 不如我們首先聽這首歌 讓大家感受一下這首歌 究竟是怎樣 其實是一個很成型的模式 對,而且我正是因為 很喜歡她這種很純粹 很簡單的感覺 不會說後面有很多… 亦不配合後面的東西 包圍著身 很多樂器 其實只是一個吉他影舊 是… 所以你就要這首歌 連這個題材也要 Custin很好,她也有發表 解釋年輪海是甚麼 通常大家形容樹 是樹的圈 但關於海有甚麼事 她也有解釋到 是否將整個概念 跟Oscar再分享 然後寫這份詞 是 其實本身這份詞 是沒有年輪海的 其實第一版的詞是沒有的 後來跟Oscar說回 就加回年輪海 本身這首歌是叫 勇者的騰騰轉冒險 對 好像GuruGuru魔法神器 但我很喜歡這張童話感 但年輪海又很好記 而且很有意思 所以很難抉擇 於是跟公司同事談 最後他們覺得 投票的 對,年輪海好像 好像要入腦一點 於是年輪海 年輪海又成熟 成熟一點 那Oscar說的方向或填出來 是想你去冒險嗎 是,因為本身這首歌 好像安排好 其實一收到這首歌 然後腦袋又彈了Oscar的名字 因為這兩年我都聽了很多陳健安的作品 我又很喜歡Oscar 有些神化的 很童話的詞語 可能特輪斯又有些麻瓜 我很喜歡這種類型的詞 於是就跟Cousin說了 然後他就幫我和Oscar轉達 所以側出了一份有些童話感的詞 但別人的名字你又不要 我也很想維持 那個名字開始可愛 對 其實就是你喜歡的 對,我是喜歡的 但有點抉擇 還是選擇有保險 對 對 既然你又喜歡童話感覺 或卡通的味道 要去處理一首 其實這首歌是說成長 也有少少大韌 要力練才能唱到 對 你自己也要做些心理準備 有 還有其實第一天是不能入戲 其實因為整件事 你一了解整份詞 了解到 但正式入錄音室 其實跟你平時 即使我們唱Live 都是不同的 即是兩個感覺 即使平時在家裡練習 或者怎樣也好 接著進入錄音室 這次Cuzzen很好 他給了很多 也很瘦落這一套 就是影像法 即是他會經常叫你 給你一個場景 或者會Airdrop照片給你 等你看著照片 你想到什麼 你就唱什麼 我最記得有個深刻的印象 就是他跟我說 你嘗試幻想你在樹下 跟一群小朋友 在說你一生經歷的事 嘩 這件事真的挺大人 對 但現在暫時 好像還沒有那麼多經歷 可以跟小朋友分享 對 你算是唱兩首歌 對 但不知道為什麼這個畫面很強烈 他還是想在麻瓜的世界 對 好像在教導世人 很強烈 你怎樣幫自己 這個畫面突然給了很強烈的感覺 然後我就唱出來 其實他這個方法 每一次不同的新的衝擊我 我就覺得自己是唱到一個新的版本 所以錄了很多次 對 其實錄這首歌的時候 正值我的聲音最糟糕的時候 因為去年年尾 有個頒獎禮 說一晚要唱歌 其實前一晚我已經知道自己作病 然後就不斷吃藥 但不是濫藥那些 真的按適當吃 然後如是因為第二天 我就要保持著自己的聲音 因為不想… 你知道一停就可能會一直下降 然後我想是推到很行 我的聲音是推到 我唱完那首歌 一到台是嘩 真的沒試過 然後我沒有理會他 我以為普通的感冒會好 然後又… 一直都不好 到了二月有個表演 其實是唱到一些小氣聲的位置 完全沒有了整顆音 可能很細節的完全唱不到 然後才知道原來是做不到的 就立即去看醫生 千萬不要小看現在的感冒 不是 病幾個月的 很嚴重 尤其是你們要唱歌 但錄這首歌的時候 你也是在病 是呀 其實頭一至三次是病 但本身已經結束 但我聽起來覺得不行 然後我跟Custin說 可以再給我一個禮拜時間 我真的完全回復 然後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其實現在聽到的這一節 大部份都是用第四節 我們現在聽到這個第四節 林子洛是削減了很多自己的技巧 例如說故事 沒有那麼多震音 或是拉長這個味道的手法 這也是Custin指導 還是你自己的新方法 這也是Custin指導 或是他病得沒什麼力量 所以都用少一點力量 用少一點技巧 因為這個是那次 我錄完第一天 其實是傳給Oscar聽的 我也有問他意見 然後他也說 其實不如你丟開所有你的技巧 你真的很純粹 你不要想著你要唱好整首歌 你是要跟隨你的心去唱 其實之後他這句說話 也有吸引到 那我就丟開所有東西 專心去唱這首歌 但對於你來說難不難呢 我們經常說 譬如歌唱比賽出身的朋友 技巧真是一流 而且很多東西脫不住 你要扔掉一些東西 其實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 你用什麼方法幫助自己 難的 但要練到每次唱 都要記住不要有那麼多東西加進去 不要震 對 練到你進入錄音室可以為止 可以自如地不加東西都可以唱到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態 我們從一開始訪問到現在 都是說 其實整份歌詞是說你的成長 你的長大 你去閱讀的時候 又要進入錄音室去錄 其實你扣在自己的人生上 你有多大的共鳴 或者你最觸碰的是哪一句歌詞 其實由第一句已經很觸碰 天使一瞬間經過 其實整件事已經好像給了一個畫面 你想想一開幕 那部電影一開幕 已經是這麼嚴重的事 是你的人生的開始 其實已經很大的感覺 但套用在你身上 譬如我們看到你歌唱比賽出來 雖然等了一會兒 但接著也有不少的機會 上台表演 歌曲也一手接一手 其實你覺得自己是幸運的那一個 可以是 但這首歌一直說的不是那樣 不是說挫敗 其實這首歌是說人生 好像Oscar也有說 其實就像一個旋轉木馬 你會一路轉和高高低低 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和事 幸好今年很好 但可能下年沒有那麼如意 你怎樣去推動自己的心態 怎樣去轉 我想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這也是新年第二年要面對的問題 但你今年也有這個心態 就是逆來順手 好的事都做 不好的事都要做 甚麼都做了 今年又沒有運 Oscar這份詞 先給你心理準備 你去年都是送的 但今年就不知道 其實有很多人問過 你覺得第二年就沒有新年 那個光環是否很難走 但我覺得不是 反而今年是毫無壓力 我一邊做自己喜歡的歌 一邊試 今年是試不同的新風格的一年 跳出自己的心態 看看有甚麼可以玩 以為你說跳唱 好像AS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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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好像ASCAR 你還要練大隻 唉…多給我一年 先用心 你覺得你自己處理 譬如唱情歌的仇水 是容易掌握一些 還是現在說成長 一個少年 他要出去探索世界 要預算又高又低 我覺得唱情歌 是處理得比較好 他們經常說我的聲音 好像很慘 唱出來 可能是腔還是甚麼 但成長也是 我很早就很想挑戰的題目 可能我第一首歌 已經很想說 好像說深奧 人生參透世事 但我明白 現在這個年紀 很不說服力 可能自己的經歷也不夠多 你戴著圓框眼鏡 很可愛 好像很難代入 對 所以今年隨遇而安地 遇到這個題目 很開心 《戚餐樂壇》 繼續陪你熱鬧樂壇 立即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下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到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 《戚餐樂壇》